7月1日,香港一名男子驾驶一辆插友涉港独旗帜的摩托车撞向警员,随即被警方制服。 他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被捕,案件于7月6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。 被告不准保释,案件押后至10月再训。 23岁的被告唐英杰涉嫌于7月1日在湾仔驾驶一辆,插友涉港独旗帜的摩托车,疯狂撞向警方防线,导致三名警员严重受伤。 被告7月3日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两项罪名。 当时他因腿部骨折留院治疗而缺席聆讯,案件于6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。 被告坐轮椅出庭应讯,控方表示警方虚实收集案发一带的闭路电视片段,公开的新闻片段,以及检查被告的摩托车和手机,因此申请向案件押后3个月至10月6日再训。 总裁判官苏惠德表示,考虑到案件严重性,不准被告保释。